时间不回到2020年7月4号晚 蓝女士带着女儿回到家后 用脚下机做起了肉圆子 不小心割破了手 于是与丈夫徐某利发生了争执 两人内心都憋着一口气 晚上蓝女士喝了一杯温水 她莫名感到比以往更加困倦 于是就先睡下了 就在蓝女士睡着之后 一个身影出现在她面前 这个人先用胶带封上了蓝女士的嘴 紧接着用枕头直接捂压住了她的口鼻 直到蓝女士断气也没有犹豫 在确认蓝女士死亡后 这个人又将蓝女士的尸体搬到了卫生间 还拿起碗上的绞肉机 以及事先准备的美工刀和切割机等器具 残忍地将蓝女士的肢体肢解并分散抛弃 这一系列的策划看起来如此周密 可正是凶手丢进马桶冲进的碎尸 使警方确定蓝女士的丈夫徐某利 有重大作案嫌疑 7月23号徐某利被抓获归案 2021年5月14号上午 在杭州市中院第二法庭开庭 杭州检方以故意杀人罪起诉被告人徐某利 检方在起诉书中称 徐某利杀人手段极其残忍 建议判处死刑 这起案件曝光后引起了全国的轰动 尽管杀人案件并不罕见 可手段如此残忍的却不多 网友们都非常疑惑 到底是有多大的仇怨 丈夫能对自己的枕边人痛下杀手 残忍解尸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